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饶一鸣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本应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但不少异见人士却被当局抓捕 被迫与家人分离 据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 许志勇和王公权被拘留之后 又一名积极参与者维权律师彭建 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此外 因网上言论和推动同城公民运动 而于一个半月前被拘留的 湖北宜昌维权人士刘家才 被正式批准逮捕 罪名由原先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改为了扰乱社会秩序罪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9月18日宣布 薄熙来受贿贪污以及滥权案 将在9月22日公开宣判 近日薄熙来的狱中家书曝光 他在信中在乎冤枉 并表示不会辱墨父母的荣光 这封写于9月12日的家书 由美国中文网站博讯首先披露 香港南华早报说 两名与博家关系密切的消息来源 证实了这份家书的真实性 9月17日晚间 广东东莞市长安镇香港新科集团 实力科技电子厂的书签名夜班工人 发起罢工堵塞交通 抗议公司客扣养老保险金 并压缩工人休息时间 当局派出数百警察携带警犬 在场戒备 随后警方清场并放狗咬人 多名工人受伤 18日大批日班工人参与罢工 工人试图上街 被厂门外的狼狗和防暴队 劣阵阻拦 新疆喀什第一人民医院 正在修建的20层医疗大楼 9月2日发生塌方 据知情者称 有至少约30人死伤 但是当地派出所说 事故无人死亡 仅有10多名工人受伤 事发后当局控制信息 至今没有相关报道 美国一家电脑安全公司 塞门铁克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有一组可供雇用的 技术高超的电脑黑客团队 与近年来发生的许多大型 网络间谍攻击事件有关 这个名为隐秘山猫的黑客组织 是中国对境外目标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 数十个黑客组织中 技术最先进的一个团队 所窃取的资讯包括极具价值的企业机密 自从2008年国民党在台湾重返执政以来 台湾两岸共签署了19项协议 其中大部分偏重于经济交流 台湾的公民团体两岸协议监督联盟 呼吁两岸政府关注人权议题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 发自台北的报道 两岸协议监督联盟的召集人 为赖宗强律师 他接受访问时 首先介绍了组织这个联盟的动机 起于2010年中 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签订 那签订了以后 其实是引起台湾很多公民团体的一些疑虑 那我们就决定说要组一个监督联盟 我们是从一些民主 人权 劳工 弱势者的角度 那希望对政府的两岸政策 那也以及两岸所签的协议 做一些监督 他说 从ECFA签署之后 每一次两岸制度协商 两都盟对每一个议题 都会对应的提出相关的人权条款 呼吁台湾及中国大陆政府 要纳入相关的协议中 例如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 两都盟就强调受试者人权 因为在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呢 是以身试药 就是说 其实就是被一些医院 做实验品 来试验新药 这样的一个受试者权益的保护 在中国大陆是相当不健全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要求说 一定要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 纳入协议的条文 在两岸谈判签署投资保障协议时 两都盟强力要求 一定要把人身自由保障条文放进去 这样的主张 日后成为民进党的主要诉求 也给两岸政府带来极大的压力 两岸政府今年年中签署了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草案 由于当中相当一部分条文 被认为可能导致中国大陆 震惊势力大举进入台湾 因此 由两都盟牵头 于7月底 集结相关社团 成立了反黑箱服貌民主阵线 诉求台湾的言论自由 不能受到侵害 个人金融资料不能外泄 中国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门槛 不能再降低等等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姚一鸣 感谢收看 再见